因為中共病毒大流行 美國已經啟動了應對戰爭時期所需的 國防生產法 要求限制出口、N95口罩等防疫設備 但是美國企業3M的聲明表示 這家美國企業需要獲得中共政府的批准 才能將N95口罩運回美國 中共病毒大流行 美國疫情嚴重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出最新防疫指南 建議民眾在公共場所遮住口鼻或戴上口罩 美國總統川普已經掩用國防生產法 停止出口、N95口罩等防疫物資優先供應美國 基於這個法令 3M公司被要求優先處理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的 N95口罩的訂單 但是官員們卻表示遇到了阻礙 一位佛羅里達州官員說 3M不僅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防止外國搶購口罩 而且將在美國生產的口罩 運往那些出價更高的國家 卻拒絕它的訂單 3M公司4月3號發表聲稱政府阻止他們向加拿大拉美等地出口 N95口罩有違人道主義 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報復 但聲明中也說公司會根據國防生產法優先處理美國政府的 N95口罩訂單 不過聲明中的一句話引發質疑 聲明說 本星期早些時候 我們取得中國的同意 向美國出口了1000萬個3M公司在中國生產的N95口罩 美國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 在2月份曾披露 中共禁止3M向美國出口 他對媒體表示 中共目前正禁止在當地設廠的 美企3M出口任何產品到美國 試圖中斷供應給美國的物資 3M公司生產N95口罩的最大工廠之一 設在中國上海 4月4號 納瓦羅再次告訴福克斯·塔克卡爾森經夜秀節目 在川普總統的抗議戰爭中 我一直在跟數百名前線的首席執行官打交道 3M什麼都沒做 就是裝 無法從3M處取得任何數據 作為美國公司 為什麼3M遵守中共的出口禁令 卻不太願意遵守美國的出口禁令呢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指出 產業鏈全球化給美國造成巨大的困境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就是一方面中共根本就沒有遵守WTO的這個市場化規則 那麼另一方面呢 3M公司為了貪圖商業利益 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表示 這也是警示美國 美企遭到中共的劫持 這些美資企業長久以來受到中共劫持 既沒有推廣美國的普世價值 然後也造成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大量萎縮 他們都已經成為中共手中的人質牌 在必要的時候就要拿出來打一下 用來打擊美國 除了禁止3M出口給美國 《紐約時報》之前報導 中共從1月開始在5個星期內進口了21個口罩 相當於全球2個半月的產量 但是當時 中共正在國內隱瞞疫情 聲稱不會人傳人 目前中共已展開口罩外交 通過援助或者出售醫療物資 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抗疫的領導者 而這種公關公事已引發歐美國家的警惕